普世的大地广土 请向你们的天主欢呼 歌颂他圣名的荣耀 献给他辉煌的赞颂 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门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眠失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失罪者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门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我们常生活在喜乐中 因为你恢复了我们青春的朝气 我们今日重获义子的荣耀 求你也使我们满怀庆幸和确实的希望 等待肉身的复活与光辉日子的来临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门 宫读中途大事入 五旬节那天 伯多禄和十一位中途站起来 高声对群众说 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你们要明白这件事 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 天主借着那扎热能耶稣 在你们当中施行了灵迹 启示和预兆 向你们证明祂是天主所立的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他照天主一定的计划和预知 被交付了 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了他 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达魏指着他说 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因此我心里高兴 五内喜欢 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 你必要只是给我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 以色列同胞啊 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 圣主达魏的事吧 他死了 也埋葬了 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这里 他是先知 他也知道天主对他所发的事 天主要从他的子孙中 选立一位来继承他的王位 达魏欲先知道 并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 他没有被遗弃在阴间 他的肉体也没有腐难 这位耶稣 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 现在他被高举 坐在天主的右边 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 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 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上主 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天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我对上主说 你是我的天主 上主 你是我的产业 我的一切 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 上主 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 我的良知连夜间也督促我 我时时定睛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上主 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因此我心里高兴 五内喜欢 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 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 遭受腐朽 上主 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你必指示给我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 上主 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公读圣伯多路前书 可爱的诸位 你们既然称呼那位不看情面 而只按每个人的行为 施行审判的天主为父 就该怀着敬畏的心 度过这一段在世旅居的时期 要知道 你们不是用可朽坏的经营等物 而由你们祖传的虚幻生活中 被赎出来的 而是用宝血 就是那无垫无瑕的高阳基督的宝血 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 就被预定了的 但在这末期 才为了你们而出现 为时你们因着他 而相信天主 因为他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 并赐给他光荣 这样你们才能信靠 并欺望天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耶稣 求你给我们解释圣经 当你讲话时 也使我们的心火燃烧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生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死后第三天 耶稣的门徒中 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村名厄马屋 离耶路撒冷十一公里 他们沿路彼此谈论 所发生的这一切事 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进他们 与他们同行 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 没有认出他来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 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 他们就站住 面带愁容 一个名叫克罗帕德 回答他说 难道只有你 这在伊鲁撒冷做客的 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 耶稣问他们说 什么事呢 他们回答说 就是有关 拿撒勒人 耶稣的事 他是一位先知 在天主和众人面前 行事说话都有大能 我们的司机长和首领 竟把他交出去 判了他死罪 定他在十字架上 我们原来指望他 就是要拯救 以色列的那位 还有 这些事发生到今天 已经是第三天了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感到惊奇 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 却找不到他的遗体 回来说 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 天使说 他复活了 我们当中 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 所发现的事 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可是没有找到他 耶稣对他们说 哎 武智的人啊 对于先知们 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信心 竟然这样迟钝 墨西亚不是必须 受这些苦难后 才进入他的光荣吗 于是他从梅色和众仙之开始 把全部经书 关于他的话 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 他们走进了 他们要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 他们挽留他说 太阳已经下山 天就要黑了 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跟他们住下 耶稣与他们 坐下吃饭的时候 拿起饼来 赞颂了 拜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就开了 才认出使 耶稣来 他却从他们眼前 不见了 他们就彼此说 当他在路上 和我们谈话 给我们讲解 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不是像火一样地燃烧着吗 他们就立刻动身 返回耶路撒冷 遇见那十一位门徒 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 就听到他们说 主真的复活了 也显现给西满了 他们二人 就把路上的事 和在分屏时 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 述说了一遍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教友 今天是复活期 第三祖日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听到了厄马屋 两个门徒 耶稣显现给他们 他们呢 要去厄马屋这个村庄 那么厄马屋呢 在耶路撒冷西北部 大概十一公里 圣经上也用这个斯塔底 就是六十斯塔底 走路呢 大概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那么来讲的话呢 厄马屋是现在的一个 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古贝泽 这个名字 在耶稣显现给他们的时候 这两位门徒啊 他们首先是迷糊的 迷迷糊糊的 不明白 跟他们讲话的是谁 这个时候 耶稣走进他们的时候啊 就给他们谈论 说你们的谈论什么事情呢 这两个门徒 彼此的谈论 耶稣基督受苦受难死亡 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 耶稣主动的走进他们 让他们的认知 从迷糊的 转变成明白的 他们一开始就说 哎呀 我们谈论就是关于 哪招了人耶稣的事啊 怎么难道只有你的 耶鲁撒冷做客 不知道这几天 所发生的大事吗 所以可见 耶稣基督的受难 定死 在当时的耶鲁撒冷 是一件大事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他们本来都感觉到说 他们是指望他 指望的意思就是 拯救以色列的 可是 这个可是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失望了 可是 他被定死了 可是 他生前虽然那么有能力 他就是一位大先知 大有能力 可以代替我们 带领我们 打败罗马人 然后建立犹太帝国 可是 可是的意思就是 这一切全成了泡影了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耶稣开始给他们讲解圣经啊 耶稣给他们讲旧约 其实耶稣也说过 你们他靠经典 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 这个啊 耶稣所说的 你们他靠经典 就是指的旧约啊 旧约虽然是犹太教的圣经 但是来讲 也预示着墨西亚呀 预示着耶稣基督啊 所以来讲 耶稣开始讲啊 从梅色先知 一步一步的 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关于墨西亚的预言 都给他们讲解了 那他们来讲的话呢 从一个迷迷糊糊的 失落的失望的 然后到 一步一步的明白 现在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第二点就是他们心灵的转变 那么耶稣也问他们说 你们谈论的是些什么事 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啊 这个面带愁容形容的 就是他们非常的失望啊 他们非常的害怕呀 他们非常的惊慌啊 他们感觉到一切都完了呀 所以他们感觉到失望 所以他们的面带愁容 那么来讲的话呢 他们说我们终于有几个妇女 惊吓了我们 这几个妇女啊 去了墓地 去了耶稣的坟墓那里 他们得到天使显现 说她复活了 那么报告给这两个门徒的时候 那个门徒是不信的 而且感觉到是惊吓呀 你说死人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这简直都把我们都吓死 你看我们中国人现在常说 你吓死我了 就这意思 就是完全的不信 完全的意外 根本不可能 就这样的心态 所以他们才面带愁容 而且来讲的话 他们还非常的失落 失落就是指因为 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值太高了 但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程度 产生了一种沮丧 灰心的心情 这就是他们 第一是面带愁容 第二来讲是失落呀 他们本来指望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大国王 大有能力的人 结果来讲却被定死了 所以他们感觉到失落 还有呢 他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心灵怎么样转变的 从一个面带愁容 和一个失落的这么一个心态 然后转变成一个火热的心 他们说啊 当他在路上 给我们谈话 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不是火热的吗 耶稣给他们讲话的时候 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的心呢 是火热的 就是有精神劲的 喜欢听的 而且能听得进去的 这就是一个火热的心啊 所以来讲他们心灵的转变 从一个面带愁容 面带愁容 脸上面的愁容 就是反映你心灵的冰凉啊 冰冷啊 失落呀 然后到他们认识到 他给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火热的 是耶稣让他们灭的愁容 转变成一个火热的心啊 第三点就是他们道路的转变啊 以前他们走向自己的村庄 厄马屋 然后来讲的话呢 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门徒们这个团体 在耶路撒冷有其他的宗徒们 和门徒们 以及这些特别跟随耶稣基督的 这些妇女们 那么呢 他们聚在一起 这两个门徒却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 离开这个团体 然后的话呢 他们想逃避迫害 他们两个人来讲 按照当时的想法 观点 绝对是宗徒们当中 门徒们当中 两个聪明人 赶快逃跑啊 把老师就给弄死了 定死了 那么什么时候弄 把我们给定死呢 所以赶快跑 他们两个按肉眼来看 他们是聪明的 但是呢 他们在向厄马屋 走的时候 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本来是想 离开耶路撒冷 然后遇到了耶稣之后 他们连夜跑回去啊 因为他们已经住下 已经晚了 天已经黑了 但这个时候 圣经上明说说啊 他们呢 连夜跑回去啊 走路的话 需要走两个半小时 那跑的话 这两个门徒 年龄不见得太大啊 但是就往回跑 也都跑上一个半小时吧 所以来讲的话呢 他们这个道路 以前是离开耶路撒冷 现在是返回耶路撒冷 从一个放弃 到一个转回 这就是遇到耶稣基督之后的 转变的 还有他们信息的改变 从听到这个信息 听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认为是一种惊吓 到现在 他们自己 把他路上 以及分明是怎么样 认出耶稣的事情 述说了一遍 就是传扬开了 他们也开始作证了 他们如同那几个妇女一样 开始宣扬 耶稣基督的复活了 宣扬耶稣基督 给他的讲解 与他们的相遇了呀 他们之前的时候 就感觉到妇女们 告诉他们 耶稣复活了 感觉是一种惊吓 现在来讲 他们自己去传扬福音了 把这个整个 给耶稣基督的相遇 述说了一遍 我们传福音是什么 传福音不是传一个理论 传福音不是传一个教条 传福音不是传一个教义 传福音就是 把我们亲身经历的 耶稣基督 讲述一遍 这两个门徒就是 他们整个道路的转变 从放弃到回转 然后从信息的改变 从文风经相 到为主作证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就是 当他们在路上 给我们谈话的时候 他们说 我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其实来讲 火热的心 正是今天 我们每一个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所必须的 你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 多少的教友 不冷不热 你说他不信天主吧 他也信 他也来圣堂 你说他信吧 又不热 所以你看 在末世路上 若王宗徒写给这个 老迪克亚教会的时候 就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把不得你或冷或热 但是你既然是温的 也不冷 也不热 我必要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个冷的 如同那个保禄之前的时候 非常冰冷 对基督徒必须 抓到监狱里 把基督的教会 必须消灭 这就是冷的 反对天主的 极力反对的 这样是冷的 若王宗徒说 要不你就冷 就是逼迫基督的教会的 反对基督的 要不就是热的 热心的 火热的心的 你是一个温温活活的 我要吐出去 就这个意思 保禄之前的时候很冷 天主一给他恩宠 立马火热起来 开始为主传福音的 所以保禄是非常伟大的 伟大的宗徒 没有圣保禄宗徒来讲的话 我们的教会今天 发展的绝对不会是 如此之好的 所以他之前有一个冷的 变成热的 因为他有了天主的恩宠 他利用了天主的恩典 恩宠 这个温的就是 天主又给你恩典 你又不冷又不热 浪费天主的恩典 这样的 入王宗徒说 我又把你吐出去 就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 在中国 我们很多人 习惯喝茶 喝热水 水又少开了 在西方这些孩子的话 冰箱里拿出来 矿泉水 冻冻冻 也没问题 他们也是 也不挠肚子 也没问题 要不就是热的 当然喝热水 我们华人认为 只是好的 在西方就喝冰水 加冰块 要不就是凉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温水 凉水 一混合你喝了 坏了 你的身体慢慢就要喝坏了 所以这就是 天主也是最怕你是温的 你要成为一个热心的 火热的 要不你是个冰冷的 你真的冰冷的 你还没有浪费天主 多少恩典 所以来讲的话 若望通通就告诉我们 说 把不得你是冷的 也或者是热的 你是温的就要吐出去 我们教友们 不要做一个温的 伯德鲁是一个火热的 他得到了圣神之后 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 圣神降临他之后 他变得异常的火热 为主 泡头鲁撒热血 他见了耶稣基督的面容的时候 他说主啊 让我们打三颗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美斯 一个为利亚 非常火热 当耶稣在他船上 打鱼的时候 撒网的时候 在他船上 让他撒网的时候 他一下撒下网之后 拉上来 哇那么多鱼 他说主啊 铺铜跪下 他主啊 请你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你看 伯德鲁是一个火热的 保禄呢 就是个冷的 又变成热的 圣经上那个富少年 我们都记得那个富少年吧 他们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要跟随耶稣啊 追求永生啊 你说他热心吗 热心啊 追求永生 他说法律 每次的法律 从小我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喜欢他呀 他也 努力地遵守天主的诫命 而且又追求永生 很好吧 耶稣又跟他说 把你的家产施舍了 变卖了 跟随我 他又舍不得 你看 他就是一个温的 最后呢 去哪里了也不知道 所以来讲的话呢 通过今天的这段圣经啊 提醒我们每一个讲用 都要成为一个火热的心啊 怎么样才有火热的心呢 就是天主的话 能够在你内 你能听到耶稣基督 对你的话 你能听到耶稣基督 对你讲这圣经啊 你能在圣经里面 看到耶稣基督 看到他的话语 看到他的圣言 你就是一个火热的心啊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火热的心 有一首歌就是火热的心 火热的心 谁能阻挡我们去传福音 所以这个火热的心 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心啊 因此来讲 我们每一个教友 都要成为一个火热的心 去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 去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去做见证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童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生活万事无疆 我姓圣神 他是主旧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接先知门发言 我姓唯一至圣至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色罪的圣喜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祝耶稣以死而复活 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 我们向他祈祷 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 求主使教会在世界各地 宣扬基督复活的喜讯 给迷途的人类带来希望 主求你俯听我们 主求你垂云我们 请为我们的教宗 主教和神父们祈祷 求主赐给他们一颗活热的心 让基督复活的光辉 照耀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主求你俯听我们 主求你垂云我们 请为我们众教友祈祷 恳求复活的主耶稣 参与我们同在 坚定我们的信德 唤起我们的希望 炙热我们的心灵 完成福传的使命 主求你俯听我们 主求你垂云我们 请为那些终日满于世俗的人 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能聆听 基督复活的喜讯 归依基督 获享救恩 主求你俯听我们 主求你垂云我们 主基督 你是善目 为你的羊群 舍弃了生命 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求你仁慈 师父听我们的祈祷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阔的果实 卖面饼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旧水地参合 象征天主 全是人性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阔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我们会的谦逊 和同归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 全面越南 上主就洗净我的嘴物 抵触我的牵 各位教友 祝你赞赐我们将来 获享永恒的喜乐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上主 我们实施处处歌颂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我们的逾越节羔羊 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今天我们更能隆重地赞美你 因为基督真是消除 是罪的羔羊 他一生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 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 普世万民养溢着复活的喜乐 踊跃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 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善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善主名额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 你以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许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的地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吻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以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纯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多么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纯念怀着 附和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统贞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记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献养你 全能抵天主圣父 一切充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其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执意奋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程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打开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眠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帘我们 除眠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帘我们 除眠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来父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在风柄时 蒙徒们愣出了耶稣 阿雷路亚 这都差不去 阿雷路亚 打开 感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仁慈的上主 祢以此人永生的圣事 重生祢的子民 求祢垂顾我们 赏赐我们的身躯 将来也光荣地复活 得到不朽的特恩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彌撒礼成 感谢天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